今天要分享那個最近蠻紅的影集 叫The Idol 然後他會因為被大家討論 是因為Blackpink的Jenny 又在裡面演了客串一些小角色 然後在裡面就有一些性感的舞蹈 所以引發大家的討論 大家都知道Jenny是誰嗎? 我覺得絕大部分人 除了你之外應該 那個那有個台灣人不是嗎? 沒有 不是那是 台灣人 什麼? 我很想要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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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都是good ideas It's so good It's so good 我們要接住你 不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現在在場就有兩個人不知道誰是Jenny 好 我們是majority 對 所以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那在這個講他畫面之前 其實新聞都有播出那個片段 然後我覺得好像 但是大家比較少人有真的去看這個影集 大家都是平衣箱說 蛤 Jenny在裡面跳性感舞蹈 No Blackpink怎麼可以這樣? 對對對 比較多 這影集是不是在HBO上面看的到? 對 是在HBO 好看嗎? 我 我覺得蠻 我自己口味是還OK 目前是兩集而已對不對? 目前兩集 但是 你都看了都覺得OK 我目前看了第一集 然後他不是走那種 情節很快的路線 其實你知道這個 The Idol的那個製作人 其中一個是 是EUFORIA 你知道EUFORIA這個劇嗎? 喔知道 這叫Zendaya 不是在裡面演嗎? 然後大家說超棒 其實其中一個creator就是 EUFORIA的creator 所以那個視覺上就有很多那種 很迷幻啊 那課藥感可能就是 永遠是同一個製作人帶過來的 對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 其實就看個人口味啦 那Jenny在裡面客串就是 呃女主角的舞伴 OK 那 Dancer啦 應該不是舞伴吧 喔舞群 舞群裡面的其中一位吧 舞群 那大家會爭議的那個片段 就是說 呃女主角她 呃有點沒信心 對於她自己的表演 然後Jenny就說 啊沒關係 你OK的 我來 跳給你看 很簡單什麼 嗯 所以她就 摁摁摁 摁摁是 摁摁摁是 摁摁是重點吧 是重點吧 Report 痾犯厲害 示範上了之後 就給女主角了一些信心 所以女主角還有 再跳一次同樣的舞蹈 所以其實那一段舞 是有兩個人跳的 就是示範而已 噢OK 只是大家討論都會是 集中在說 欸 巴屏的 lict intéress 怎麼會做出這種表演 可是那個舞蹈 示范她本来那女主角要跳的动作 对 所以那个Jenny跳的性感舞 本来是女主角要跳的性感舞 对但是 Jenny示范完之后 就给女主角了一些信心 所以女主角还有再跳一次同样的舞蹈 所以其实那段舞是有两个人跳的 只是大家讨论都会是集中在说 Buffin的Jenny怎么会做出这种表演 可是那个舞蹈本身是在干嘛 她只是这样扭腰摆臀吗 就是被她在中间被两个男的夹着 三明治的感觉 三明治的舞蹈 对然后 就在夜店以前年轻的时候 然后其中一只脚 Jenny的其中一只脚是被其中一个舞伴抬起来的 然后大家夹得非常紧 对吧 这个我去看 但是实际看了整个剧之后 比如第一集 就会对这个画面其实印象没有那么高 因为整个剧的话 女主角她有更多更猛的表演 啊了解 OK那为什么Jenny会被骂成这样 她是在韩国被骂而已吗 韩国我觉得亚洲的反应 跟可能在美国的讨论不太一样 不过我看蛮多歌迷都会觉得说 这是她演戏的第一部作品的话 他们觉得她挑这个作品很可惜 所以觉得好像不够高尚 是不是 讲到情侣戏 还是太low了 觉得讲到情侣戏不好 有人觉得低俗 然后也有人觉得这个作品本身不够好 可是这作品本身的确是很多争议 因为这作品他们原本开发到一半的时候 原本的负责人就离开了 然后别人进来接手 然后拍的蛮不 蛮妙的 因为原本 我有看了一下一些访问 他们是说原本这个剧 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性 在这个新的社会 然后透过情欲的方式 然后来找到自己 那原本是这样子 可是后来那个女导演离开了 然后新的导演进来 拍出来的东西就变成像一个强暴剧 很多人说是这样 拍成像一个强暴剧 视角不一样 对 因为男的进来一拍 原本是情欲 后来变强暴剧 然后我有看了第二集 那你还没看 我看了第二集尾巴 因为第二集尾巴被大家骂爆 就是The Weekend 他自己上场来拍 那个情欲的桥段 OK 然后 看了真的会让你觉得 很不舒服吗 因为他会讲一些 让人家听起来不舒服 那这边接下来18禁 不过听起来真的会不舒服 所以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他会直接对女方说 就是 把你的那个 spray your lips 然后说 你觉得用英文 好像就上场比较小 不是因为我翻不出来 好 我不要翻 我不帮你翻 张开 不要翻 张开嘴唇 叫你不要翻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然后 然后就是叫他 就是 就是帮我口交之类 可是就是更入骨 更直接的话 然后可是这边拍的都 很乱 因为就像你说的 就是有点 好像磕药杆 然后又很暗 可是The Weeknd 他又没有特别会演 因为他是歌手 就那边就怪怪的 然后整个sing结束之后 The Weeknd衣服还是穿得好好的 他觉得你们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 什么意思 所以就他没有脱 对对对对 就是到最后 他们两个躺在床上 那The Weeknd衣服还是穿得很好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你们这个情欲剧 到底在情欲个撒小 就是让 纯粹让The Weeknd 可以讲出那些话而已 所以就变成说 大家在讨论的地方 比较多是讨论说 The Weeknd真的应该 好好的回去唱歌 不应该 应该来当演员 所以其实他也有被骂啦 对对对 其实国外很多讨论 其实是在讨论The Weeknd 因为The Weeknd也因为 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部剧 不过他最近也把名字 从The Weeknd 改回他的本名 我觉得他个叙事 可能就不是大家 那么习惯的东西 然后题材又走 这么煽情的话 大家会跟 以前是Blackpink的成员的 Jenny 连结会 有一点 觉得很奇怪 会受到冲击吧 你觉得亚洲粉丝 对他的期望值太高 可能内心是觉得 他是一个 林佳豪女孩之类的 应该就是已经女神吧 就女神表现 女神怎么可以 去拍情欲戏 对 你怎么可以表现出 自己的情欲 还被The Weeknd在那边 也不是The Weeknd 被五群 其他两个男的 夹在中间这样 对对对 他们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在这次天团的 女神怎么跟两个舞者在那边 那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至少是亚洲人 不一定韩国 台湾人是这样 就是对于 他们想象的偶像 都有很多的 期许在那边 然后偶像 做了一些不符合 他们期待的事情 他们觉得非常失望 然后骂 你会有这个问题吗 就是 因为我觉得你 你蛮像偶像的 相对 又来了 相对 相对 跟我们两个比起来 我觉得你比较偏偶像 你比我们接近 然后邪教教主 不是你们吗 你说又说 我们两个可能比较接近The Weeknd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比较接近 Jenny 因为你们可以用英文沟通的 很流利 我们体重离他非常的远 对 我应该是两个Jenny 要三个吧 我1.5个吧 爱我 那你自己会有 这种考量 粉丝会有一个期望值在那边 说 你做了什么事情 会不会怕被粉丝骂 然后不符合眼肉牙 的期望值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本来也就不会做什么事 是你们吧 这是我们的错 所以你们会担心 你来 我就是想说 你们做比较多 让粉丝失望的事情 凭什么在那边叫我想 我知道有了 比如说 坐在百英国这边 就会被讨论 其实是 就是大家留言说 讨厌百灵国 或者是 那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很介意 我不会 我只是一开始有点意外说 大家的想象会是这样 就是百灵国跟眼球有差这么多 大家会觉得 从眼球到百灵国的 就变low了 就变low了 怎么跟他们一起 混在一起这样 有一点 就是从那个 正统央媒的主播 好像沦落到一个邪教的 一个奇怪的节目 或是到一个地下电台的感觉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还好吧 但是你们会有这种吗 就是 粉丝对你们失望 其实因为我们 我自己觉得 我们在节目上 好像感觉都比较 已经算是蛮接近自己 至少80% 至少 应该算蛮80%的 对啊 那所以 我觉得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值 可能就不会那么高了 其实也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很常 被粉丝说 他们对我们失望超多的啊 不管是川普时期 或是 就是可能跟政治议题有关的 跟台湾议题也有关的 对 然后因为我们看起来 一开始就好像很反共 很台派 做很多 怎么一开始我们也还是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支持我们 有一部分人 然后觉得 后来觉得 我们好像有时候又会 有点往中立靠拢的言论 他们会觉得不爽 这种也有 就觉得 他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所以每个在荧幕前的人 大家会有对他们的 不同的想象 这已经跟欧包没有关系了 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象 这样 比如说 这样以我来讲的话 就是我其实 会做 以前我在做口译的时候 我做很多原住民议题的口译 然后我也会讲一些 原住民议题的东西 我个人经验 所以其实是有一些 原民团体 他们蛮喜欢我的 可是因为我 因为我很爱乱讲话 所以有时候又觉得 他们被冒犯 有些人就会说 他们对我非常失望 可是其实我一直都是 都是这样 我本来就是这样 对 我爱失言 可是跟我还是 支持他们的议题 对啊 可是每个人的想象会不一样 那你要怎么跟他们解释 我觉得没有办法解释 我就是继续做 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 那喜欢你的人就会喜欢 那如果他们就是 假设有一些人觉得 有点洁癖 他们觉得 我不喜欢你讲的话 那他就不看 那就算了 现在应该也不会了吧 会啊会啊 很多吗 哦当然 川普时期是最多的啊 对啊 你说被沿上这件事情 当然啦 现在沿上规模都小很多 现在沿上 那个标准很低好不好 真的 随随便便 就是十个人来留言 大家说 天哪我被沿上 对啊 我PO个换会一点 都有人说那是沿上 对啊 我想说没有 那不是五个人 在那边靠腰而已吗 那你有在意吗 换会的这个 换会那个我完全 哦完全没有 我想说好凶哦 不会那个我 我完全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去省钱 然后有人觉得 我教大家省钱 这样是不对的话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觉得说 那可能你们 底比我厚非常多吧 yeah I don't understand 就是有些人 就是为了要弄你 而弄你的时候 那 那你跟他讲 再怎么多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那你走心的时候是 因为什么走心啊 其实刚刚最一开始我们讲 谢谢你一个call back 我走心就是因为凯莉被攻击的时候 这是认真的 so sweet 这是真的啊 对啊 哇 这真的啊 说不定以后你被攻击 现在莫名其妙的事情 然后我们两个在面 我们两个就会很生气 我们在那边翻桌啊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这个还好啦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开始放下了 因为当看到另外 别人比你更生气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们很好笑 哦原来是这样 诶真的诶真的啊 因为你每次很不爽的时候 就觉得oh my god 没有那么严重啊 这还 好好啦 你冷静一点 大家就说你冷静一点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发那个文 对 对对 大家就说 不要发文 你不要讲 我怎么还想讲 我怎么还想讲 到时候就变这样了 我觉得这种讨论就是 比如说 像刚刚 那个影集的东西 然后因为 后面新闻有说 是Jenny自己想要演 嗯 所以大家就会 又有更多不同讨论嘛 就觉得你怎么会选择 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 看了那个作品 你就会觉得 他是不是自己想要去打破偶像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几率非常非常高 嗯 有可能他觉得那比较像他真实想表达 或是追求的艺术表演之类的 你看那么多迪士尼的明星 什么Miley Cyrus 什么Hillary Duff 哪一个不是离开迪士尼以后 然后就变另外一个样子 然后粉丝说 Oh my god 他不是我以前想要 对不对 尤其是Miley Cyrus头发那时候 全部剪成光头 然后大家都说 天哪 对我崩溃了 全是自己的 啊 那结果到最后 其实 也是 还是会 你撑得下来 撑得下去 大家还是会回来 因为他 大家觉得 哦你好棒 怎么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刚好 可能就借着这个 在讲偶像的作品 这个东西去探讨 回应到他自己 身为偶像的一些 想法 你说的Weekend本人 没有啦 Jenny啦 Jenny Weekend应该 Weekend应该没有 可是The Idol这个剧 本来我觉得就是在探讨说 Idol本身就是 这些偶像 本身就是人 这件事情 因为我看第二集 里面有一整段 也是在讲那个 Lily Rose 他在讲他身为一个偶像 他对自己没有自信 他有那个 imposter syndrome 什么 冒牌者 对 他就觉得说 我不该这么红 为什么大家在 你干嘛 你不要看 我刚本来想要表达说 我去年也有这个状况 然后我看到你 然后你就突然脸惶恐 我就想 我只是眼神飘下 我没有在暗示你 所以你去年怎么样 就是我会觉得 冒牌者震洪群 我觉得天哪 我就是 为什么要这么红 我这么红 但是我拿出来东西不够格 对 我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你会拿自己跟别人比较 会会会 那个时期会 你是跟谁 跟谁比较 范姐 我觉得天哪 我觉得他 就是媒体经验比较丰富 很有料啊 对他很有料 他会问出现犀利问题 然后我问不 我没有办法那样 然后我会去跟不知道 like anyone 博恩 黄浩平 就是任何人 有值得你学习地方的任何人 你都会觉得天哪 我是不是应该要成为他 不然大家就会觉得 我不够格 所以你会把自己跟视网膜拿来比较吗 完全没有 对我是斜杠的 又不一样路线啊 因为他说我们是同一个路线啊 他没有在讲stand up 这样子也太奇怪了 范姐不是啊 那你会拿自己 范姐讲国际新闻 我们做同一个节目 我们在线上面有一个节目 视网膜两个新闻 不是国际新闻 视网膜哪要讲国际新闻 我们那个新闻 那不太一样 不一样 你们那就是嘲讽 对啊 反正是你自己在那个台上 你旁边就做的视网膜 你自己会跟他拿来做比较吗 我只有希望不要拖累他 就是说比如一起播的时候 我很怕我会一直NG 然后 那你有真的比较容易NG吗 我会这样越想 然后就越容易 对啊 就会觉得不行不行 一定要那个撑下来之类的 那你怎么调整 就是硬撑下去啊 就撑着哦 对啊 然后就 就是 要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方向去 不要一直卡在那边想这件事 OK 所以你觉得这样有让你成长 我不确定耶 反正就现在还活着 到后期还会这样吗 我觉得可能要看那个演出 如果是一般的话 好像 就习惯了就比较不会 你说一般新闻联播 对 前阵子端传没有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 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正后期 然后我想说 我怎么这样说我 你为什么会觉得 什么我有这样吗 的感觉 所以呢 我就一直没有去研究这件事情啊 对啊 我自己觉得连我都有以后 我就觉得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 多少在人生不同阶段 都有可能遇到 对啊 因为 我有Kent应该也很惊讶吧 对啊 因为我看起来就是 对啊 觉得 我超棒的 大家本来就会喜欢我 他就觉得说 我就是宇宙的中心 对 所以连我都有 宇宙的中心都会 偶尔崩塌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应该 偶尔都会崩塌一下 那怎么从去年到今年的转变 我觉得就是要慢慢调整 就是你要意识到这件事 然后你去调整 然后 像你看我现在 我一开始讲 那open mind的状况 其实如果是我去年 我就oh my god 因为我太烂 我太烂了 我只会 可是我现在就觉得 哦 那我要怎么想 我要怎么做 然后我就去听超多 所以他刚才说他进步了 对啊 我觉得我的心态上有进步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不同阶段吧 it's ok 我们下期再见